現在帶你們來當大人 怎麼叫當大人 對 現在這個後面有很多人在拍對 看來這個造成了這個儀式 真的是很慎重 也是這個台南很有傳統性的 一個習俗這樣子 再增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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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瓜婆 驕傲 目前最高的 帶無形的勇聘 這所有東西都是要親牛媽 親牛媽用的 是… 親牛媽是七仙女 是 七仙女的位她是女神 女神的位 她當然要化妝漂亮 女性生命 浪漫的七仙 除了是情人的約會主場 還有織女的化身親娘媽 保佑著孩子平安長大 這天更是讀書大神 回新爺的聖誕千秋 同為庇佑孩子們的七仙神明 有哪些祭祀美角 我們又如何在這一天轉大人呢 九仙女的由來是傳說是 玉皇上帝的七個女兒 或是王母娘娘的七個女兒 那一般我們說的是 那個姿女是誰算什麼 這個… 最小的嗎 對… 我們親牛媽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七夕 其實有這個奇巧會 又叫奇巧節 以前的時候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七四 今天在上班 我們在對著月亮 對月穿針 然後有穿過去的話叫手巧 所以說以前的女性的話 都是要有手巧 因為她會要織衣 繡衣這種東西 對 裁縫都要學這種東西 七牛媽也就是天路七七牛牛 分別為天書 地旋 人機 石拳 王衡 開陽 搖光這七位仙女 其中百多七就是大家比較知道的織女 織女因為愛上了凡間的牛郎 跟她生下兩個孩子 遭到了玉帝的懲罰 此後牛郎織女一年只有七夕這一天 才得以相會 織女的六個姐姐心生不仁 便暗中幫忙助幼牛郎織女的 兩個孩子平安健康的長大成人 也因為這個傳說 所以民間深信親牛媽 是拼幼孩童的守護神 牛媽跟仙女什麼不一樣 仙女就是年輕的時候 女孩子叫做露 仙女 是 對 牛媽她就是已經做過兒子的阿嬤 所以她修練的既定 漁王台北幫她做兒子的阿嬤 就這樣叫做親牛媽 等一下 這樣說起來的話 親牛媽的層級是很高的 那七仙女的層級是年輕化 她們是代表同樣的人嗎 是同樣一個人 對 喔 親牛媽跟七仙女 跟七仙娘娘其實很多人 把她搞在一起 那其實也很混雜 我覺得這是有點複雜的 親牛媽有一個說法是 認為是一個 她是一個神 但是也有是七位女神 那親牛媽也有人認為是織女 所以她是比較複雜的傳說 不過這個大概都是跟我們 從新陳信仰有關係 她就說她是從七仙來的 所以每一個廟拜的都要看她 紫色的對象一不一樣 那廟拜的大概都是 只稱的都是七位那個仙女 那有些認為織女是其中一個 那個就大概跟織女的 那個七仙女的傳說 是非常有關係的 擺這麼多的菜是怎樣 這裡其實這個牛媽 所以我們要切粉的東西 一想有 切粉褲子 但這個鴨子也有鴨子的意思 什麼意思 鴨子就是步步高升的意思 什麼都不升 對 都不一樣 有七仙 有步步高升的意思 然後蚵仔 拜蚵仔就是說要有蚵頭褲 拜蚵 有蚵頭褲 然後這個雞酒 雞酒的就是說 早期那個醫學不發達 生產是一個風險 非常大的行為 所以說全贏雞酒香 所以就雞酒可以保身體 這其實不是以前就有 現在我們做回來 也有在吃麻油雞酒 是 後面有比較特別 雞冠花還有鴨子花 那個雞冠花還有鴨子花 它有一個特別的 鍋子多孫的意思 裡面很多雞就對了 所以我們希望 拜青龍媽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鍋子多孫 如果有錢就對了 老師 我還有看到一個比較特別 其實你有印象嗎 我們一般紅骨粿 就這樣鴨子而已 有 記得紅骨粿旁邊怎麼會 這樣好像雙胞胎的感覺 這種東西叫雙年骨 他希望說雙年骨 什麼他希望 我們生一個女生之後 他還要一直生 一直連著 一直生女生 因為以前的社會是重男輕女 是 如果生女生 圓滿就好了 不要再生了 開神而已 是保備我們科技的名字 一舉多虧才能聽過 所以說他會不用打個龍頭 叫獨棧鴨頭 所以我們科技的名字 他拜開神而已 開神而已 他有來就是 他早期他人生怎麼做 馬子蓮他還稍微摺腳 摺腳 摺腳 摺腳就對了 但是他很有文采 在電視的時候 風格就問說 奇怪 你臉啊 生怎麼這麼麻年這麼多 他就說麻面滿天心 有學問 就不一樣了 對 你為什麼瘸腳 你腳好一摺一摺 我是單腳渡龍門 好啊 回得好 是 單腳渡龍門 所以我們才很好 所以說就放他的狀元 所以說就一摺天下 所以用狀元就是一摺天下 的意思就是 是說瘸心鴨滿腹絲 滿腹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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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學問 對啊 對啊 所以不怪要來敗這個虧心鴨 是啊 待會把虧心鴨 撞出來是要做什麼 現在就是我們開朗公 都固定 每年都會辦 助學獎學軍就對了 幫助他們 好運好 你贏得氣勳 獎學軍那位 他會考驗很好 如果說他考驗成功 以後 讀書有出入以後 以後他也會回饋這樣子 老師 你說獎學軍 要怎麼辦 等一下就是 他有十個名額 十個人 相關百人 他就是能得到獎學軍 這樣我們應該可以成功 來替一曆看看 對啊 還可以 因為我們剛才也有替一曆 這個做十人了 對吧 這應該可以替一曆 可以替一曆曆 替一曆曆 對啊 如果不小心真的被我們 獎金被我們拿到怎麼辦 好 我們好運就分享 你後面的人 今天這個開龍宮 真正是整天都有夠漏一曆 一直到晚上 還可以向開青牙 擲杯給獎學軍 哇 有夠讚的 開青牙 右手拿出鼻 左手握墨斗 右腳踏拗手 左腳踢心斗 所以在古時候 就是科舉的守護神 所以開青踢斗 獨佔拗 就是古代文人 十年寒窗苦獨 所努力的目標 來囉 十六歲是什麼意思 這十六歲 就是代表生年了 聖宮是成年禮 那十六歲的孩子一來擺 所以阿姆那些我來保抄的 超過的 超過的都保抄 十二歲這樣 對啊 本來都會保抄 先行台中 其實十八歲生年 是現代的講法 在古文獻的記載 可以確定 青條的時期跟日本時代 都是十六歲就算成年了 所以說不知道做十六歲 是不是 你有團到現在 在親牛媽的聖誕 有這個做十六歲 是不是 也就是希望所有的年輕人 在末十六歲 成年的這一天 可以感染親牛媽 在這十六年裡面 照顧跟朋友 而且這就是我們孩子 要做生人類 所以會所有的聖誕 對 是 以前這尊也是三牛媽對不對 對 後面這個宮殿呢 它是青牛媽店 青牛媽店 裡面是青牛媽店對不對 裡面要說十二部這個 那有哪裡找出來 來… 起來 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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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得到… 小心… 好 生人類就是十六歲 這個做十二部 這個大部長 就是要讓出這個部長出來 這樣他就是生人 四大要把它攪起來 這樣弄出來 這個更肝要用親牛媽 你說那條做… 更肝 更肝 對 這是小禪出時 讓親牛媽做肝 從小禪肝到現在 對 那不是我以前的嗎 我以前的中間 這個紅色 三、六、三 要拿回來 拖一拖 做拖 現在做拖 那一般我們知道有軟腳 軟腳也就是祈福 消災結合的一個意思 有什麼 我們這個做十二要弄這個肚膝 弄肚膝就是代表 你經過這個過程的 那你也要求說 你已經長大了 已經長大成人了 所以說像這個青牛媽的貴婷 早期是… 在家裡做 早期的時候都在家裡做 家裡也有這種 對啊 在家裡做 以前也都在家裡做 以前沒有在廟的 對… 那時候要來跟親牛媽拜拜 是 這個青牛媽庭 它有代表什麼意義嗎 因為看牠蓋都大了 一般的親牛媽庭 剛開始的時間一站而已 是 一站的時候 他本來就用一個親牛媽的 就出身在這裡而已 這本是什麼 這是以前的文書裡面 因為說到 這個古早的親牛媽庭 如果沒有錢要怎麼辦 我們拜一個親牛媽庭 要把它劃掉就好了 代表親牛媽庭 就一張桌子就可以了 一張桌子就可以了 這是日本時代的親牛媽庭 是… 這是現代的親牛媽庭 因為親牛媽庭可以分三庭 三庭 因為我們有錢的時候 都交三座 不然錢的時候交一座 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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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座二座二座三座三座 一律所有民這樣就對了 是 是 是我們大約之後 回饋給親牛媽 把蓋房子這樣 不是說我們蓋房子 我們欠一個格樓給牠 我們感謝親牛媽幫我們照顧 要是我們設一個親牛媽庭 親牛媽這樣 萬一跟回饋 是啊 就是這樣 讓我們本身來補充一下 早年的親牛媽庭 本來是只有一站而已 後來因為大家感念到 親愛的運動和照顧 所以就越多越多站了 對於本來的一站 能變到現在的三站 第一站就是代表福手相傳 第二站代表就能夠親身在鳳梨仙境 過著無憂無路的生活 第三站就是代表怕孫子 可以代代相傳 相會不斷 以前為滿十六歲 他只能領半薪 童工的錢而已 然後第二期 滿十六歲的時候 來這裡 拜新郎罵到時候要請客 公家儀式請客 讓大家知道請客 請親身朋友 我的小孩已經滿十六歲了 所以你們可以來這裡 我終於要 你都可以領大錢了 以前十六歲就成長 政府就給你求稅了 以前是十六歲 政府就給你求稅了 大樓會就要求稅了 對啊 要獲頂錢了 是 你要替這個社會 替這個國家負責 就這麼做 有一句話說得好 想要往上跳之前 必然要先蹲下 這就是告訴我們 想要成功 就必須先學會謙卑 酸妻娘媽亭的彎腰屈膝 就是要讓學子們 懂得謙卑與感恩的重要 十六歲正屬叛逆時期 如果在這個時期 能夠把這樣的觀念放在心上 想必 未來之路也一定能展翅高飛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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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